第一卷一,你今天怎么说啊? 老板,我插起腰,用我的超级无敌电光眼直视老板。 强烈的电流逼得老板连连退了几步。 闪开,老板一把推开我,发了扬巅峰一般地捧起杯子里的苍蝇。 小强小强,你死得好惨啊,亏我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教你养你。 如今,白发人送黑人,我靠! 好,又来这一套,我飞起一脚踢到老板脸上,全小区的人都知道我是柔道黑带,居然敢惹我。 哼,活腻歪了。 出了网吧,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要不是家里的电脑又被我整得完全不能用了,现已送修,我用得着大热天的跑到外面去上网吗? 真是的。 而此时的我,肚皮已经快饿穿了,想我一个顶天立地的美少女,居然会饿着肚子独自一人在街上游荡,郁闷。 太阳好大啊,晒得我要中暑了。 马路边上一个乞丐奸一息趴在垃圾桶前,正翻着什么。 我摸了摸身上,除了极度飘飘夹,无敌可爱的内衣内裤,各一条,再加上一件凸显我玲珑有致的身材的裙子以外,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裙子是E-Land的,还可以值几个钱,但是我要是脱下来了,那我身材具好的秘密,岂不是让大家都知道咯? 那怎么可以呢? 我做人一向这么低调的,不行不行,要是一不小心上了报,哎呀哎呀,不好意思,我又扯远了。 老毛病老毛病,我们马上回去哈,要说我的身材呢,确实只比莫文威好那么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哦。 没办法,我这个人从来都是那么诚实。 老师常常语重心长地说我,轻轻啊,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爱说实话,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扯谎。 哎呀我都说了我做人一向都很低,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又说多了,说时迟,耐时快。 当我以迅雷不及眼耳盗铃的速度将全身上下扫描过一遍之后,我才发现,我脚上居然还有一双凉鞋也。 于是我飞快地脱下凉鞋塞到乞丐手中,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酷吧。 我做人一向都,还一边走一边吼,不用谢我了。 等大小节做好事,从来都是不留名的。 你要是一定要谢的话,只要夸我一句,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美少女就行了,啊吼吼吼,不是呀,身后传来了细的笔文字,还细一万亿倍的声音。 真是细呀,都说了,不用谢我了。 如果你一定,不是呀,你凉鞋上有好大一个洞哦。 我穿不了呀,晕死哦。 我连忙把腿就跑,生怕人家追上来。 幸好路上没有帅哥看见哟。 要不然,我的仪式英明可就晚节不保啦。 我使出了毕生吃奶瓶的力气,一口气跑到了家里,进了门都还杀不下来。 估计刘翔当初跑百米的时候,也是个什么人,在他上场前说了句, 翔哥,我告诉你个秘密吗? 其实啊,我发现,我发现,你袜子上有个洞,要不然,他怎么跑那么快的吗? 你们说对不对?我果然聪明吧。 话说我刚一进门,脚都还没来得及换到,我的某某老母极其阴险毒辣的, 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传说中已经在江湖失传多年了的,为无数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 杀人不见血的,毒的不能再毒了的,独门武器,超级无敌杀人闲猪脚。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在我们家的兵家药道上伸出一只小脚,咣当一声巨响。 女娲炼时补天畜,石破天惊斗秋雨。 这次脸可丢大了。 第一卷二,星期天闲得实在无聊,就和张力一起上街。 这是我的私事。 我对他说道。 说来听听,没关系的,我不介意。 张力厚颜无耻地笑着。 我不是那个意思,正说着,我和张力不知不觉地便走入了一家精品店。 爱马仕,卡文克莱,菲格拉摩,凡赛斯,妮娜里奇,妮娜瑞,陆毅维顿,这些名牌我完全分不清。 喂?你说,Rin和Debra Marby哪个牌子的女用衬衫比较好? 张力一边挑着衬衫,一边扯着喉咙喊着我。 她根本不知道和我讲这些名牌就等于把金币丢给猫一样。 哦,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慢慢选吧。 我满脸的不悦,只可惜张力一点也没察觉到。 买了一大堆东西,张力还要去逛解放碑每每百货。 我对这些东西反正都没有知觉,随她搞死,搞活好了,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好不容易星期天回一次家里,开了门,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我把包包丢在地上,动作迟缓地换着拖鞋。 自从搬了新家,爸爸妈妈比从前更忙了,整星期整星期地见不到人。 他们总是只会不停地给我买这样买那样,渐渐地,我的屋子被他们买的东西填得满满的。 而我的心,却被掏得空空地,躺在床上。 才记起,我今天和张力那个活宝出去逛街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一下自己在糟糕不过的心情吧。 你和韩翘分手了。 嗯,我和她根本就找不到话来说,跟她在一起,我觉得好压抑。 那到底是谁的错呢? 张力问道。 百分之百错在我身上。 我很老实地回答。 和解。 我在网上遇到了一个叫李逍遥的人,我只是觉得他谈吐很风趣,而且好像内涵渊薄的样子。 所以我越发地觉得寒窍地肤浅。 然后我就和他吵了一架,叫他去死。 这的确是你的不对了。 张力若有所思地搔了搔鼻翼,极为惋惜地说道。 事实上,我经常听说这种情形,然而实际轮到自己处在相同的立场时,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虽然我花了一些时间调理情绪,不过由于学习繁忙,一天到晚被迫东奔西跑得到处补课,所以就这样带着调整到一半的心情直到现在。 我知道自己因为一句话就失去了一切,不过反过来想,原来这份关系脆弱到只需要一句话就足以分崩离析,自己到底还是喜欢寒窍的吗? 还是对李逍遥的好感多一点?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李逍遥只是一个在望上认识了不到一个星期的陌生人,自己甚至还不知道他长什么的样子。 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他是我们学校的而已。 而寒窍,则是我交往了两年的男朋友,为了这么一点小事,真的值得吗? 可我就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如果谁要我为他守候一辈子,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至少现在还没遇见能让我为他这么做的人,00000,电话铃偏偏在这个时候,不知死活地响了起来。 喂,请问你找哪位?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自己乖,吃完饭早点上床睡觉,听话啊。 嘟嘟嘟嘟嘟嘟,爸爸连半秒钟都等不及话一说完,马上就挂了。 又是我一个人坐在落地窗前,不知不觉已是黄昏。 虽然时值剩下,但外面居然也有人放风筝。 空灵透明的天空中,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在视野里忽远忽近,忽大忽小,摇摇夜夜漂浮不定,趁着那已经快落山的太阳霞光,把本是花花绿绿的风筝全都染成了金红色,就在这气势夺人的暮色中,我所能想到的,是自己漂泊无一的感情。 我这个人真的笨得很,明明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李逍遥,却偏偏要对韩翘说自己喜欢李逍遥,都不会克制一下自己。 明明知道我们很难有结果,都不会掩饰自己迷茫无助的心情。 想到这里,我慢慢地抬起了头,奇怪的是,我明明身处繁华喧嚣的城市当中,却有一种被抛弃在古老沼泽湖畔的感觉,方念极此,一变一生。 凄凉哀怨之情,煞时间袭上心头,就好像在我的伤口上撒了把茧,泼了瓶硫酸,在我的心中一样,痛苦地几乎窒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朝着那炫目的夕阳,深深地跪了下去,如果每件事情都必须做出选择,那将会让每个人都很痛苦,特别是感情。 星期六在外面玩了整整一天,回到家里还是毫无创意的只有我一个人。 冰箱里堆满了超市里买来的素食食品,我除了把那些东西放进微波炉里弄鼠以外,其他的事情一点也不会做,要不是那些素食食品,我可能早就饿死在家里了。 我有时在想,作为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连饭都不会做。 不过我想,真正喜欢我的人他肯定不会介意的。 而且,如果我不会给自己喜欢的人做饭的话,那就更不可能为其他任何男人做了。 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做饭还是不学得好,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从冰箱里取出汉堡包。 叮咚叮咚叮咚,门铃不叠地响了起来。 开了门,是张力。 哇,又是你一个人啊? 快跟我出去吃晚饭。 天天都吃素食食品,当心吃死你。 张力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上的汉堡包。 我们俩先去吃晚饭,然后再去逛大都会你说好不好? 随便你好了,反正我今天晚上又没有事情。 一想到吃人家的嘴软,我陪张力去逛街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们找了一家叫麦当鸡市的三明治加盟店走了进去。 这家店里的东西都挺不错的,面包采用的是全麦粉,并依照客人的需求放入不同的馅料。 有脚加烟熏鲑鱼,火腿加培根,乳酪蔬菜鸡蛋加火鸡肉,任君挑选。 然后所有的三明治均附上沙拉,饮料另外价钱。 当然,我不可能发了疯专程跑出来吃三明治。 这家加盟店区别于其他素食店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仅卖三明治跟面包,而且还外带卖。 世界各地的风味料理,味道和服务态度都无可挑剔。 这一点倒是我和张力都喜欢的。 吃泰国餐要做红酒,这样就可以缓解泰国小米焦对味的刺激。 吃印度咖喱非饼要喝手拉茶,吃韩国烤肉和泡菜要配冰啤酒,看着满桌辛辣丰盛的料理,我的胃口大开。 我这人一向对美食都来者不惧,本来嘛,等吃到需要减肥的时候再说吧。 在这方面,我还是有资格保持乐观的。 张力从不吃辣椒,她要的是俄式料理,只点了沙拉跟浓汤。 不过,沙拉是总会沙拉。 各种青菜加上蟹肉、鲑鱼籽、白煮蛋、火腿、鸡胸肉,内容相当丰富。 浓汤则是西伯利亚俄式浓汤,一级西伯利亚口味的浓汤。 浓汤内放入了大量的肉丸和马铃薯,除了营养均衡之外,分量也相当足够。 好久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了。 张力,今天多谢你请客了。 我靠,你今天脑子灌水了是吧?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谢字? 你不要紧吧? 他对你刺激这么大啊。 啊? 是啊是啊,你能请到我吃饭应该感到无限荣幸才对,难道你敢说不是吗? 正常了,到了大都会,张力像到了家一样。 买到都提不动了,还不肯收手。 绵羊的夜空晴朗无云,散布在地面上的大片耀眼灯海也无法抹消满月的光辉。 饱满的月亮,既大又圆的不可思议,如同一枚廉价的铜壁,俯瞰着世界上一切繁华的都会。 哎,张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也许是因为夜色的柔美吧。 其实轻轻,你也不要再为那个李什么瑶的,李逍遥。 哦对,李逍遥。 你也不要再为他烦恼了。 没意思的,你们不是根本就不认识吗? 为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还没听说过有你这么傻的。 俗话说彭生麻中不服而止,白沙在孽,与之俱黑。 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张力跟他那一群狐朋狗友混久了,连说话的口气都跟他们丝毫不差。 我这话也许你听着不受用,却是实在的。 它何该是一棵柳树,你就不要指望它能接出果来。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问题好吧。 我双手勾住张力的脖子撒娇道,再说下去,大家都不愉快。 我和张力走在霓虹出放的街上,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路灯亮了,先是浅浅的紫,颤颤地亮成茄子红,亮成鸭蛋清,最后变成鹅蛋白。 乳白色的灯球四周转动着一个金红色的光环,街两边的店面亮起了灯,透过大玻璃一方一方地照到街上来。 汽车嘶嘶地开过,车屁股上小小的红灯黄灯映在狮马路上,像是红的蛇黄的蛇追咬着汽车,又像是汽车拖叶着红丝带黄丝带。 晃晃呼呼,闪闪烁说,在撩人的夜色中越晃越稀,越荡越宝像咒服夜出的冤魂亡灵,像我那一颗支离破碎的心。 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多了,我们还在街上满无目的地走着。 前面走来的一个男的,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龄。 他穿着白色的T恤,外面套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装扮。 但他给我一种很熟悉很熟悉的感觉,让我想到了李逍遥。 当他和我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忽然愣住了。 一种奇异的感觉包围着我,仿佛有某个东西拉扯着我的神经,究竟是什么? 当思绪的箭头指着感觉的方向时,感觉中的那个事物去冷不防地隐匿起来, 只留给我满心的浮躁,啊? 他是李逍遥吗? 我大喊着,追了上去拍住他的肩膀,他一转过头来,干什么? 哦,不好意思。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吐,一边向他道着歉, 对不起对不起啊,伯伯我认错人了。 哦,认错人就认错人嘛,干嘛要当着人家的面吐得稀里哗啦的? 讨厌,哦,没关系没关系,我吐呀,吐呀的就习惯了, 你不用担心我的。 哦,不知道,李逍遥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IoIo门口, 我们忽然停了下来,看了看张力,突然想起他刚才讲的话, 那些话无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对我毫无意义, 但却猛然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一下子袭入心底,对我几乎有一种震撼, 我突然好想进去看看,堕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张力,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小声地说道,像是做了什么措施一样。 随便呀,我无所谓的张力似乎经常到这种地方来。 IoIo其实是由一个废旧的军需仓库改造的, 里面很大,装潢摆设也颇具特色, 在绵羊的夜总会里也算得上是入流的了, 不过我平时很不大喜欢来这种地方, 一是太吵,二是太乱。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到处是些长头发的男人和光头女人 随着电光火石般的音乐和DJ的狂吼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在舞池那边紧挨着音箱的地方, 有几个男女正随着音乐的节奏拼命地摇着头, 还有几个女的嘴里还叼着奶嘴。 他们,我盯着张力问道, 哎呀,那些是吃了摇头丸的, 叼奶嘴的是磕了药的, 那种迷幻要特有劲, 磕了是要磨牙的, 所以他们都叼着个奶嘴为的是别把牙磨坏了。 是吗? 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污糟得要命, 恨不得马上走人。 张力,我们走吧。 我受不了了。 我拼命地摇着她的手。 好吧好吧,你烦死了, 刚才是你说要进来, 现在又是你说要走。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 说完张力, 托起我的手就准备走。 小妹妹,要走啊。 来陪叔叔喝杯酒呀, 突然, 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个闲尸的大伯。 天啊, 我被吓得连忙躲到张力的背后。 你要干什么? 张力见我被吓着了, 连忙对她一阵凶。 不干什么呀? 只是想叫你背后的妹妹陪我喝杯酒吗? 又不干什么? 看来她是真的喝醉了。 你走开啊。 人家不愿意和你喝酒。 我又没问你你问问小妹妹, 问她愿意不愿意呀。 嘿嘿嘿, 她一步步地逼近, 张力快招架不住了。 正说着, 那个老伯一下子伸手敏捷地 窜到张力背后,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救命呢, 我疯狂地喊了起来, 住手。 你在干什么? 一个高个子男孩走了过来。 我抬头一望, 好熟悉的面孔, 真的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 但是又确实记不起来了。 你放开她。 我只是想请她喝酒, 干你什么事。 老伯还嘴硬, 人家不愿意陪你。 你还不放手。 高个子说着走了过来。 老伯还不依不挠, 使劲地掐千寻的手。 住手。 高个子啪的一声, 将手里的酒杯一丢, 正色道。 哟, 这哪来的小白脸呀, 难不成还想玩英雄救美吗? 这时, 又不知从什么地方 钻出来另外两个流氓, 痞笑着, 看着高个子。 怪不得闲时老伯 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继续想上来 要撕我衣服的架势。 原来是有帮手的。 想死。 高个子像是平时没受过这等气, 见他们根本不理会自己, 顿时火冒三丈, 走上前去, 对准其中一个的脸面, 就是砰的一拳。 要说高个子这一拳的力道, 也并不是十分的大, 巧得狠的, 只是这个流氓不久前才被人打断了鼻子, 前几天刚拆的纱布, 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可经高个子这么一打, 顿时血流如注, 皮搭嘴歪。 正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旧伤未好, 又添心伤。 于是体内真气逆转, 反噬几身, 退了两步, 一个踉呛, 扑得吐了几口鲜血, 猎切几步没站稳, 咚得一声闷响, 倒在地上便动弹不得。 这时候, 别说是另外一个流氓, 就连高个子自己都给吓了一跳, 心想, 莫不是这流氓耍的什么招数, 刚想立马磨脚走人。 这三十六计还是走围上, 突然, 那另一个流氓大叫一声, 我的妈啊! 掺起还倒在地上吐血不止的那个流氓, 撒腿就跑, 边跑还边往回望, 生怕高个子追上一样, 才一眨眼的功夫, 就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这个时候, 闲尸老伯见识不对, 马上放开我, 边跑边吼, 好, 算你狠, 有本事不要走, 看我不招人来收拾你。 说着就开溜了, 高个子这才回过神来, 他走过来, 你没事吧? 哦, 没事的, 刚才真的要谢谢你了,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使劲地揉着被老伯抓痛了的手, 好像走近了, 他才注意到他眼前的我, 天啊, 高个子惊呼一声, 你怎么了? 我问道, 小妹妹, 你实在太漂亮了, 不过, 呵呵, 这么老套的词儿, 你都想得出来, 他好像不大相信, 是真的, 我还在解释, 我继续说道, 刚才, 还要多谢你救了我, 我无以回报, 要是你不嫌弃, 我, 我愿意以身相许, 啊, 不不不不不,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喜欢都还来不及呢, 妹妹, 哥哥, 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哈哈哈哈, 高个子一边这样幻想着, 一边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口水还稀里哗啦地流个不停, 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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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事, 啊, 高个子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 你的小妹妹已经走了, 你看, 高个子顺着他同学的手一望, 那个被他救下的女孩, 已经快走出酒吧门口了, 小妹妹, 高个子扯起喉咙嚎道, 我听到嚎声, 便和张力停了下来, 但既不答应, 也不转身, 小妹妹, 我叫李逍遥, 还没请教你的方名呢, 我猛地忽然转过身来, 你就是李逍遥, 她该不会就是我们校园网上的那个逍遥吧, 不会吧, 我就是李逍遥啊, 恕我冒昧, 刚才为了搭救妹妹你, 逼不得已, 使出了江湖上失传已久的画骨棉掌, 将那个流氓打得落花流水, 让小妹妹你受惊辣, 小妹妹,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呀, 轻轻, 谢, 还没等我说完, 好了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事了, 你也谢过人家了, 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那我们就先走了, 八十八, 张力跟高个子说了再见, 牵起我的手, 就往外走, 我被他声拉硬扯着,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只见他很有风度地跟我挥了挥手, 从那一刻起, 我觉得, 我们之间肯定有故事, 第一卷三, 走出IoIo后, 我问张力, 刚才为什么你要拖我走, 他没好气地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种地方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现在把你救了, 待会他又说, 要请你喝酒, 又对你毛手毛脚的, 最后还不知道, 又会发生什么事, 我还是早点, 把你带走了好些, 要是出了什么闪失, 我可没办法跟你父母交代, 我望着张力, 他对我真的很好, 星期一, 我们回到了学校, 又是一个星期无聊的学习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还有什么意思, 哎, 还好, 星期一上午的课, 还是比较好玩的, 很快就结束, 我和室友一起到食堂吃中午饭, 食堂里面的人可真多呀, 挤都挤不过来, 我端着盘子, 很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着, 突然, 一阵拥挤, 我觉得背后一阵钻心地疼, 烫死我了, 我转过身, 看见一个人正抱歉地盯着我, 手里的饭菜已经全部都打翻了, 对不起, 对不起他连忙道歉, 我正想发火, 看得再仔细一点, 他不是星期天在Ioio救我的那个李逍遥吗? 真的是他, 原来他真的是我们学校的, 他就是校园网BBS上面的那个李逍遥, 他的真名也叫这个, 我, 我, 没关, 关系的, 我反倒紧张地说不出话来了, 他连忙问旁边的同学要了纸巾, 无限温柔地递过来, 不好意思, 咦, 你是昨天晚上在酒吧的那个女孩子吧? 原来你也是我们学校的,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呆呆地立在原地, 眼里完全没有其他人了, 我, 我, 逍遥, 我们走吧, 旁边的一个女的娇滴滴地说道, 声音像脆的风一吹就要碎掉, 迫不及待要拉她走开的样子, 等等, 他旁边的这个女的, 我定睛一看, 李逍遥的旁边站了一个漂亮女生, 天生一副红唇欲滴, 招人疼惹人爱的俊俏模样, 只见她慢慢地踩着小碎步, 不急不徐地走到李逍遥旁边, 两只鲜鲜玉手, 精致地无与伦比, 要不是在不停地玩弄着自己耳机飘逸的并发, 一定会让人觉得是大理石雕成的, 她用那妩媚动人的双眼, 将我浑身上下全方位, 多角度, 轻描淡写地扫了一遍, 然后玉汉微微向上一台, 好像在说, 不怎么样呀, 太欺负人了, 好, 我们走了, 不好意思哈, 李逍遥说完, 和她旁边的女的一起走了, 那个女的无限缠绵地挽住她的手臂, 明明走过了, 还要转过身来, 对我玩耳一笑, 天啊, 她有女朋友的, 我在干什么呀, 我像是一个落魄的流浪者, 一个人可怜兮兮地站在原地, 像是被抽走了什么一样, 整个人空空的, 任凭他们用那点根本不够用的纸巾, 帮我擦着背上弄脏的地方, 一边擦, 我一边慢慢地蹲下, 越缩越小, 越缩越紧, 我忽然觉得, 没有什么比我现在的心情更复杂的了, 我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好像韩韩说的一样, 比如你正在吃一样很好吃的东西, 突然那样东西就被别人抢走了, 我觉得有一种好特殊的感觉, 很奇妙, 怎么跟你说呢? 就好像他刚才跟我的说, 每一个句子都仿佛会入食堂怪异的气息中, 他们在这气息中如鱼得水, 欢快地跳跃着, 他们往墙壁上跳, 往残缺地露出砖块的墙缝里, 跳, 往餐桌布上跳, 往桌布上污秽形成的花朵上跳, 往吊死鬼一样垂直的灯泡上跳, 他们的舞姿独特而别致, 世界上没有一个舞蹈大师想象得出来, 他们和食堂里的气息是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 无端地让我感到一种沉醉, 他们正一句句地舞蹈着缠绕上我的胳膊, 他们在我的肌肤上妖妖娆地笑着, 笑得十分妩媚, 我的脸上情不自禁地也浮出笑容, 那是我从来也没有过的来自内心的笑容, 当时我在想, 尽管他有女朋友, 但是, 我肯定喜欢上李逍遥了, 星期六, 这个星期六跟往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全年级都要一起出去春游, 地点是离学校不远的近郊, 那里不仅有迷人的田园风光, 而且最近刚刚完工了一座相伴的小型动物园, 能够在这样舒适的天气里到乡下去春游, 真的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经过了大约一小时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了西山村, 一下车, 同学们就像一群翻了篓子的青蛙, 乱成一团, 老师宣布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后, 同学们就开始自由活动了, 我当然是和张力他们一起, 一边走一边说, 笑声洒了一路, 在动物园里逛了一大圈后, 我们就来到了柴山, 看见里面有一头柴狼, 蠢蠢笨笨的, 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种机灵的样子, 傻柴, 傻柴, 我们嘻嘻哈哈地都去逗他, 还往柴山里面丢爆米花, 可也不知道是他睡死了还是什么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死柴, 死柴, 我又抓起一把爆米花扔到他身上, 这次, 他终于醒了, 很不耐烦地动了洞, 还目露凶光地转过头来叫了一声, 熬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 我连忙拿起数码机准备给他录下来, 精彩啊, 我一激动, 手一抖, 机子没捏稳, 一个不小心, 啪, 机子掉柴山里去了, 天哪那可是我爸刚买的Panasonic M-X500一安啊, 要是摔坏了, 我可怎么回去向他交代啊, 还好可能是相伴动物园的关系, 各方面的设施都还不是很规范, 柴山周围的围栏也不是很高, 嗯, 我看着又继续沉沉睡去的柴狼, 心里一个计划已经酝酿成形, 轻轻怎么办呀, 张力他们都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 为我担心, 这样, 我翻进去捡, 什么, 你疯了, 里面可是柴啊, 张力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 我知道是柴, 你没看见他正在睡觉吗, 我捡的机子花不了多长时间的, 只要你们别吵, 我很快就搞定的, 我胸有成竹地说道, 可是轻轻, 行了, 说着, 我挽起袖子, 就准备翻越栏杆, 虽然, 柴山周围的围栏不是很高, 但是它和地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是在比地低个四, 五米左右的荡荡里, 而这时的我, 已经完全不顾他们的劝阻, 动作娴熟地翻过了栏杆, 慢慢地沿着柴山, 并不是很光滑地围避往下爬了, 我一步步小心翼翼地爬着, 最后双脚一跳, 稳稳地落在了柴山里, 我连忙捡起我的数码机, 心疼地拍了拍, 还好表面上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摔坏了, 轻轻, 轻轻, 我抬头一望, 他们一个个表情惊恐地叫着我的名字, 但是又不敢太大声了, 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一样, 嗯, 怎么?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面, 后面, 他们脸色苍白, 指了指我的身后, 我漫不经心地回头一看, 嗯, 嗯, 刚刚还睡得跟死猪一样的豺狼, 现在已经完全醒了, 正眼睛红红, 一步步地向我逼近, 救命啊, 处于本能, 我拼命地叫了起来, 别, 别叫啊, 他们在上面被吓得脸色就只差透明了, 但这时的我根本就没心思注意到他们, 一个人叫得更厉害了, 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对着外面嚎了一阵, 但结果看来, 他们是对的, 豺狼好像被我的声音激怒了, 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越走越近了, 甚至还有要扑过来的趋势, 救命那, 救命那来人救命那这次轮到他们在上面大叫了, 我一个人全在墙角, 瑟瑟发抖, 平日里, 我设想过无数回业遇流氓拼死相搏, 最后壮烈牺牲的场景, 但是我死也没想到的是, 我短暂而绚烂的一生, 居然会结束在这个到处都是杂草柴粪的山嘎拉里, 天度英才啊, 轻轻, 往上爬, 快往上爬啊, 张力他们在上面声嘶力竭地喊着, 好, 我爬, 再怎么也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太不值了, 于是我拼了命地往上爬, 可人一急了就慌, 越慌就越急, 我刚才爬下来还轻松自如地, 现在要我爬上去, 难度估计比爬喜马拉雅也差不了多少, 可我绝对不能放弃, 慢慢地, 好不容易踩上去了几格, 一步, 两步, 一回头, 看见那只柴正呲牙裂嘴地瞪着我, 吓得连滚带爬地摔了下来, 哎呦, 一不小心, 脚又给崴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谁能来救救我啊, 我几乎要哭了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在喊救命, 一个面目模糊的男生急冲冲地跑过来, 张力他们呼拉一下, 就给人家围住了, 七手八脚地比划着, 边说还边对着下面的我指指点点的, 可我现在已经吓得什么都注意不到了, 我只有一步步地往后退着, 一面退, 一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头野兽向我越靠越拢, 死柴, 死柴, 你快看那边, 那个男生扔了一只肉肠到柴山的一角, 像是要把柴狼引过去, 柴见了, 极为不屑地, 鼻子里哼的一声, 本小姐正在减肥, 不吃你那些垃圾食品, 给我拿开谢, 说完又向我逼来, 死柴, 死柴, 你再看那边, 那个男生又扔了几只香蕉和几个苹果下去, 这次好像管用了, 柴丢下了我, 目光贪婪地向那堆水果爬去, 这是什么世道啊, 连豺狼都要减肥, 轻轻, 别怕, 我来了, 我这才稍微缓过神来, 看着那个表情交集, 正动作迅速地往柴山下面爬来的男生, 心里腾起一股暖意, 又是他, 李逍遥, 李逍遥爬下来后, 带着我正要往上爬, 快跟我走, 哎哟, 我蹲下身, 捂住自己的脚, 他这才发现, 我根本动不了, 怎么了? 他关切地问道, 我, 我的脚崴了我痛苦地望着他, 我背你, 他想都没想, 就把我驮在了自己的背上, 抓紧了, 嗯, 我伸出手死死地圈在他的脖子上, 嗯, 嗯, 太紧了, 他吐出舌头, 一副要被我活活掐死的表情,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连忙又松了松手, 他背着我, 一步步地向上爬去, 我趴在他的背上, 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那种感觉, 真的好踏实, 就像小时候每次打雷, 我都一定要在妈妈的怀里, 才能入睡一样, 温暖, 亲切, 他柔软的头发, 蹭在我的脸上, 痒痒的, 好舒服, 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面一样, 无忧无虑, 幸福绵长, 如果可以, 我真的愿意, 一辈子就定格在这一瞬间, 即使万劫不复, 也心甘情愿, 这样幸福, 幸福到泪成灰, 幸福到古化石, 幸福到永远, 我在想些什么呀, 熬一声怒吼, 打断了我的思维, 我回头一望, 豺狼好像已经把那些水果吃得差不多了, 此时的他, 又对我和逍遥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逍遥, 快爬啊, 我急忙对李逍遥说道, 可他并不打我, 只是一个劲地往上爬, 脚踩住两块石头, 手又抓一块, 用力一撑, 就是向上一步, 他就这样艰难地攀爬着, 我能感觉到, 他的脖子上渗出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汉猪, 不是紧张, 不是惧怕, 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感, 责任感, 逍遥, 快啊, 他快爬过来了, 我更着急了, 急忙催着他, 李逍遥也加快了速度, 快快快, 上面的人似乎比我们还着急, 快快快, 眼看着他马上就要爬上来了, 大家都伸手去拉, 啊, 他的手突然一滑, 一步没踩稳, 连同背上的我, 两人又重重地摔了下去, 咦, 我们刚刚明明是摔下来了的呀, 由于身体突然处于失重状态, 我还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 可现在, 为什么身上一点都不疼呢? 我扭头一看, 我的妈啊, 我们两个居然不偏不倚地摔在了柴的身上, 李逍遥还骑着他, 坐得正舒服, 冷不防豺狼一个要子翻身, 把我们两个都摔在了地上, 哦,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这次玩完了, 你不要过来啊, 李逍遥一边护着我, 一边向柴狼扔着石子, 你不要过来啊, 柴狼根本不把逍遥放在眼里, 只是一味地向前, 向前, 眼看就向我们扑来了, 逍遥紧紧地抱着我, 我闭着眼睛心想, 死吧死吧, 就这样死了吧,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 砰, 一声巨响, 怎么了, 怎么周围这么安静, 过了很久, 我慢慢地睁开眼, 一望, 逍遥和我都还好好的, 柴狼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脖子上一根红色的麻醉针, 工作人员把我和李逍遥救上来了之后, 我们两个都狼狈不堪, 到了老师那里, 肯定免不了又是一顿臭骂, 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李逍遥, 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又要谢谢你救了我了他擦着脸上的脏东西, 笑着, 呵呵, 没什么, 我本来和同学在附近玩的, 听见有人喊救命, 马上就跑过来了, 我当时还在想, 是哪个这么倒霉, 居然掉到柴山里面去了, 走近了才发现又是你, 你可真是个冒失鬼啊, 我呆呆地望着他, 他笑得好干净, 我不知道, 除了他, 还有谁可以笑得这么不穿一丝杂志, 就像高山上的鸡雪, 蓝天下的白云, 让人倾慕, 让人神网, 李逍遥, 逍遥, 逍遥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找了你好久了你怎么啦身上这么脏, 我还没反应过来, 一阵刺耳的声音直倒我的耳膜, 杀风景的又是他, 这整天只会大呼小叫的女人, 他走近了, 又拿出纸巾为李逍遥擦擦擦, 我甚至怀疑他这辈子是不是就只会这个动作啊, 李逍遥无奈地对我笑笑, 又被他女朋友强行挽走了, 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心里开始泛起阵阵酸意,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好讨厌, 第一卷四, 自从李逍遥在动物园救了我以后, 我还是不能确定他就是在网上让我心动的那个人, 但是我却觉得,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 我是真正地喜欢上他了, 不管他是不是校园网上的那个李逍遥, 我都已经完全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 一个星期不知不觉地又过去了, 星期五下午, 我和同学去逛街, 路过一家花店, 女老板好漂亮, 我站在他面前都不走了, 他微笑着, 像一只盛开的百合, 阿姨, 我要买花, 我真的高兴得不行, 那你喜欢什么花啊? 随便呀, 我只知道盯着他傻笑, 泰国懒好吗? 他很细心地向我建议道, 好呀好呀好呀, 女老板就为我挑选好了花, 认真的为我包装起来, 他的动作好慢好戏, 头发散披在肩上, 好温柔, 有一种我说不出的香味, 阳光在他身上勾出朦胧暧昧的光韵, 恍恍惚惚的, 我就一直傻得冒气地盯着他, 盯着他手中紫红的泰国蓝, 仿佛他是传说中的仙女一样, 真的好美, 我想, 我也一定要变得跟他一样温柔娴熟, 那样, 我就可以争取到我的李逍遥了, 对, 就这么办, 我捧了一大把泰国蓝和同学在街上逛了一天, 我决定, 我的反扑计划要正式开始了, 星期天的晚上, 我睡在寝室的床上, 窗外一片死寂, 我慵懒地望着窗台上摆着的那只的意大利玻璃花瓶, 里面的泰国蓝已经快卸了, 几片花瓣灵星地散在台上, 月光设在瓶上, 五颜六色的, 很动人, 瓶子也许会永远地摆在那, 不会坏也不会死什么的, 除了有谁不小心或是恶作剧, 但是瓶子里的花泥, 总是要泄的, 真的不能理解那只瓶子每天被插上新鲜的花树, 灌进水, 倒掉水, 又被拿出枯萎的花, 接着又换上新的花的那种心情, 每天都看着鲜艳与灿烂, 每天又都经历着凋敝和死亡, 用一只从理论上来说永远不会死亡的瓶子来插几乎是每天都在枯萎的花, 这样做的心情是怎样的? 就连花瓶本身也可以了解各种的缘由吗? 而插花的人自己又是处于怎样的境况呢? 自己喜欢上李逍遥, 真的是对的吗? 天上的月亮, 既大又圆地不可思议, 如同一枚廉价的铜壁, 俯瞰着世界上一切繁华的都会, 对于明天我要做的事, 心里还是没有什么把握, 而此时此刻, 我的脑海里只有朴树的老哥在胡乱地流动着, 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 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 你的生命它不长, 不能用它去悲伤, 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 都会有的总会好的, 一些阴霾, 还有未来, 第二天, 我起了个绝早, 准备今天中午到食堂, 去抢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我骗他们说我不是很舒服, 不想去食堂, 叫他们自己去, 他们关心了几句就自己走了,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啊, 算了, 办正经事情要紧, 我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食堂, 一方面要躲开我的同学, 免得他们看到, 一方面以光的速度, 搜索着李逍遥和他女朋友的身影, 心里紧张得要命, 食堂里的人熄来攘往的, 多得不得了, 每一张脸都模糊不清, 到底哪个才是李逍遥呢? 我失望地坐下来, 索然无味地吃着盘子里的饭菜,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昨天晚上还雄心壮志的, 种种设想都猜遍了, 就是没猜到今天居然没碰到人, 哎, 逍遥, 我们坐这里吧, 好不好? 我的身后, 传来了一个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娇气声音, 是他们, 我连忙转过身去, 真的是他们, 逍遥, 我一步三遥地走过去, 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女朋友完全没反应过来, 目了, 逍遥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人家等了你好久哦, 什么哦, 你什么等了我很久哦, 李逍遥也没有明白, 是怎么回事, 你忘了, 我正准备继续说下去, 够了, 李逍遥, 他到底是谁, 他女朋友终于忍无可忍了, 沙沙, 你听我解释啊, 沙沙, 李逍遥有口说不清, 我不听, 你说他是谁, 我和他没什么的, 真的, 看来他的女朋友有点动摇了, 我真的和他什么都没有的, 沙沙, 你相信我, 沙沙, 真的, 沙沙, 我们走吧, 换个位子坐, 别生气, 说着李逍遥替他女朋友端起了盘子, 准备走了, 他女朋友也半信半疑的, 站起了身, 等等, 我吼了起来, 你又怎么了, 小姐,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李逍遥有点不耐烦了, 你别走, 我, 我, 我憋足了气, 还是有点怯怯的, 什么吗, 我有重要事情要给你说, 重要事情, 什么重要事情吗, 李逍遥盯着我, 盯得我心里直发毛, 可我一想到, 那天在动物园里的事情, 李逍遥的温暖, 还有他女朋友的霸道, 我鼓足勇气, 憋红了脸说道, 我, 我, 怀了你的孩子了, 我在说什么呀, 我们周围的气氛, 突然像一件夹了太多衣浆的衬衫, 完全凝固了, 只听见食堂墙上的时钟,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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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逍遥, 你不是人, 他的女朋友, 气得使劲地裹了他一耳光, 愤然离去, 目的达到了, 我和李逍遥对望着, 周围微观的群众, 发出唏嘘的叫声, 你简直疯了, 他丢下一句话,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做什么啊, 深夜, 我睡在床上, 窗外暗蓝的灯光, 在窗户玻璃上, 炫开一片温柔, 我听说, 其实每一个女孩, 都有自己的治天使的, 当她们还是厨子的时候, 发出来的第一声响, 摔在地上, 就会摔成好几片, 所有的碎片, 到处欢蹦乱跳, 这就是天使的来历, 但是吧, 现在的孩子懂得越来越多, 当他们有一天, 说出不再相信神仙, 精灵什么的之类的话的时候, 就有一只天使, 从什么地方摔下来, 摔死, 那么, 我的这天使又是谁呢? 是你吗? 李逍遥, 我怀抱寒翘送的玩具大雄, 沉沉睡去, 清晨, 这笔临次的教学大楼, 五彩斑斓的炫目服装, 磨肩接踵的涌动人群, 将校园的朝气与蓬勃, 用世上最动听的音符, 全是得淋漓尽致, 一览无余, 一抬头, 才发现天边视野尽头处, 已经升起一个红的低流的太阳, 像一枚新鲜的鸡蛋, 磕破了, 金红的黄枝溢得满天绚烂, 到处一片如火如荼, 如云四霞, 哼, 新的一天, 多好啊! 经过多方的打探, 其实我早就把李逍遥的班级和年级 搞得一清二楚的了, 她真名真的就是叫李逍遥, 跟我一样, 也是二年级, 十七班, 是成都人, 食堂里的那个女的是她的女朋友, 叫陆莎莎, 她们班的班花, 李逍遥大一来的时候, 就是和她一起来的, 而且听说陆莎莎的家里具有钱, 据说她爸爸是个什么传媒公司的老板, 可我就是不明白像她这种有钱人, 怎么回来读我们这样的学校, 据说好像完全是为了李逍遥, 没关系, 反正我又不怕她, 所以我决定今天到李逍遥的寝室去, 再给她一个surprise, 找一下李逍遥, 我敲开了李逍遥宿舍的门, 男生寝室, 女生可以随便进的哈, 嘿嘿,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生, 披着外衣正在抠牙齿, 等一下, 李逍遥, 有人找, 来了来了, 寝室里传来急急忙忙穿衣服的声音, 谁找我, 我忽然愣住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以前好像没怎么仔细看她, 今天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这个李逍遥, 她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李逍遥也愣住了, 是你, 话外音, 当时李逍遥离我只有0.01这么近距离公分, 说实迟那是快李逍遥 李逍遥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闪进寝室, 碰得一声巨响, 就把门关了, 我一人站在走廊上, 一阵秋风吹过, 话外音, 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 李逍遥马上衣着光鲜, 休得一声打开门, 浑身上下已是西装革履, 金翅金鳞, 头发上有用口水抹过的痕迹, 腋下还有一股重重的古龙水味道, 你是那天在食堂无故陷害我的那个美女吧, 虽然我们以前是见过, 但是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李逍遥的口水包都包不住, 一路流着走,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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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逍遥一直不停地笑, 口水流得满地都是, 一直笑到浑身抽筋, 不能自已, 话外音, 卡, 各位观众对不起对不起, 刚才卡带了, 我们重新来过, 灯光, Action, 你就是那天在食堂无故陷害我的那个美女吧,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李逍遥的口水包都包不住, 一路流着走, 呵呵, 李逍遥瞄着我, 暗自笑出了声来, 我, 也笑了, 我请你喝咖啡, 我们边喝边聊, 好吗? 好的呀, 不过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逍遥欣然应允, 那天在酒吧我不是给你说过吗? 我有点不悦, 那天酒吧那么吵, 而且你话还没说被你朋友拖走了, 我根本就没听清楚你在说什么呀。 他解释道, 依连地诚恳, 我笑笑, 爱轻轻。 第一卷五, 天边的野雾将本已浮华不堪的云霞扰得更加心神不宁, 淡淡的花香气息在空气中越叫越浓, 越凝越重, 平白的, 生出几分惆怅, 生出几分惆怅, 在这香气壁破的二八年华, 李逍遥和我到了咖啡馆后, 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服务生却没有马上走过来, 桌上显眼处, 留了两把钥匙, 李逍遥拿起一把, 握在手里仔细看了看, 铁质的, 上面镀了一层心, 再普通不过的一把钥匙, 只是上面印着几个依稀可变的小字顺夜服务中心, 是什么人留下的? 咖啡馆里, 音乐很蛊惑, 嗯, 管它呢, 我连校服都还没来得及换, 李逍遥看了看, 好像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把钥匙揣进了怀里, 你也留一把吧, 我们一人一把, 它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我笑了笑, 收进了兜里, 它也满意地笑了, 小姐, 服务生站到了我们面前, 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 一杯cappuccino, 对了, 清清, 你要什么? 我一样的就可以了, 好, 两杯cappuccino, 谢谢, 好的, 马上来, 很快, 咖啡就端上来了, 空气中, 有一种温暖之香, 嗯, 好香啊, 我小心地拿起小汤匙, 勾起上面的奶泡, 慢慢戳饮, 李逍遥已经优雅地端起金鞭杯, 放在笔下万般享受的绣纹, 再陶醉不已地喝上一小口, 奇壮痴迷, 你为什么那天要在食堂乱说话? 李逍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表情严肃起来, 我, 我, 哎, 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说啊,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女朋友, 已经跟我闹翻了,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看她认真的样子, 我心里其实好难过, 她还是很在乎她的, 我知道, 你女朋友跟你分手了, 完全是因为我不好,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她有些不解, 要不然, 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当做是补偿, 她诧异地看着我, 过了好久, 她才说, 你开玩笑的吧? 是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连忙解释, 不可能的, 她似乎很无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啊, 她, 她真的怀了我的孩子,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并不看我, 不知道为什么, 寒风掺寒着 丝丝恶意在窗外吹着, 但能我却感到, 自己的心, 被这晚风吹得阵阵发凉, 冷风向七处的琴弦, 在我的心头扯聚着, 仿佛有些写式的东西, 被扯聚了出来, 很疼, 出了咖啡馆, 我和李逍遥, 一前一后地走在马路上, 距离很近, 可彼此的心, 却很远,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Ciyo,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话外音, 卡, 我的错我的错, 声道按错了, 马上切回中文版, Action, 我, 李逍遥, 我有话跟你说, 说吧, 我刚要开口, 忽然停了下来, 蹲在了路边, 李逍遥以为, 我出了什么事, 忙跑过来, 你怎么了, 你看他, 我指着路边, 地上躺着一个人, 脸色铁青, 双眼翻白, 口中直吐白沫, 身体还不住地抽搐, 咱们救救他, 我望着李逍遥, 李逍遥急忙, 将外衣脱下来, 踢在他身上, 刚要去扶, 一阵急促的警笛声, 游远极近, 一道道赤色光刃, 在李逍遥和我的脸上, 肆无忌惮地乱滑, 车上, 跳下了两个警察, 不许动, 什么? 李逍遥看着他们, 似乎心里一阵乱烦, 有人举报, 西区街101道有一男一女, 正在伤害一名男子, 不许动, 啊? 我惊其不已, 没有啊, 李逍遥刚想开口, 住口, 地上躺着的这个人, 你们怎么解释? 不要说了, 跟我们回警局, 两个警察好凶, 他? 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这个样子呀, 真的? 我还想解释, 别跟他们啰嗦, 李逍遥看着我, 又继续对警察说道, 要回警局, 你们自己回去吧。 李逍遥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 看着其中一个警察, 飞起就是一耳光, 接着对准当下又是一脚, 回过头来对我吼, 轻轻快跑, 我想也没想撒腿就跑。 突然, 刚才还在地上抽搐的那个人, 奇迹般地立了起来, 朝着我跑的方向, 就是猛烈地追来, 这时的李逍遥和两个警察打得正欢, 互见我跑得不见了踪影, 再也无心恋战, 洒下一把铜板飞身就闪, 朝着我跑的方向也是一阵狂追。 只可惜李逍遥开下的架码太小, 两个警察非但不领情, 反而更贪来了兴致, 拼了命地追, 话外音, 话说李逍遥跑出来后, 不但两个警察没甩掉, 连轻轻也跟丢了。 心想,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那两个警察除脱再说, 于是看准了一个地下车库, 没命地往里跑, 眼看着警察越追越近。 李逍遥一时竟没了出路, 望着空旷的车库, 心里又是一阵乱烦。 突然, 李逍遥看到前面不远处居。 靠近路上和木坡, 靠近路上横三角平D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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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天敏独立的快速度, 请自创丶独立的, 来自浪闵的北斗的, 靠近路上去换远处会。 靠近路上来想外面和尽я扶远会。